大家好我是季寒 今天要來教大家這個簡單的玫瑰花的吊飾 那我們先準備兩條線 那這個線我是準備120公分兩條 那我們先打出一個結 一個甜字結 然後打好之後我們再往背面再打出一個甜 第四條穿這個洞 兩個點打好之後 再轉回去這個正面這邊 那我們就開始要向上翻45度 然後再翻到後面 一樣都是翻45度 那就是看你要做多大多的玫瑰花 當你打到一定程度的時候 再來做收尾 就一直持續的這樣子的動作 那也不用打太緊 那慢慢的它的那個雏形就會出現 第四條就是穿過去 我們打到一定程度 我們要開始做收尾的時候 然後就是在它的那個背面打一個甜 這個第四條 這樣子穿過去 然後再翻這樣 那你可以反折個兩三次 那你可以反折個兩三次 那反折好之後 我們就可以把線剪斷 然後我們要做 準備一支九枕這樣子勾過去 那我是直接這樣子把它卡進 然後再穿住 然後再穿住 做一個 做一個勾 可以 可以來 固定那個鑰匙圈這樣子 那背面就是貼 用那個熱熔膠 連上那個我們的大花托 這樣子就會完成我們的視頻 這樣子就會完成我們的視頻 感谢观看